大家好,我是冬哥 今天又有两只小边屋要去新家了 左边这一只是到昆山的 昆山的大巴车比较近 七八个小时就能到了 右边这一只呢是到广东韶关的 韶关就比较远了 就要给他搭这个火车 坐火车过去 火车的话今天下午三点钟出发 明天早上十点钟左右到广州 早上五点钟就起床了 因为昆山的只狗要赶早上八点钟的车 我七点钟就要到车站安排好 那么六点就得出发 再加上打包干什么的 五点钟就要起床 这个小家伙是昆山的 三通七八三通的一只小边屋 是个母的妹妹 这个客户呢是昆山的一位专门搞训犬的 它是一个相当于一个训犬协会吧 自己有一个场地有一个基地 主要是做犬的这个寄养啊 培训啊 训练啊 反正基本的一些训练都能做 如果说有需要的客户可以跟我联系啊 然后这一只是到广东烧关的 这个小家伙就待的时间比较长了啊 把三针一秒都打完了 之前我也说过 因为他的主人呢 以前在宠物店买过一只金毛 买过一只边木 到家里面得了犬蚊 死掉了 所以说他还是比较谨慎 后来找到我呢 也是 反正考虑了蛮久的 主要是担心一个是 往上面交易嘛 怕商当受骗 第二个是呢 又害怕买到病狗 但是通过跟我交流 我给他的建议呢 首先第一个 家里面可能要彻底的消毒 第二个呢 选择的狗呢 一定要疫苗齐全 最终这只狗呢 我是帮他拿过来以后 在我家里面一只养着 打完三针一秒啊 把三针一秒全部打完了 再给他发 我这边呢 一个是犬房里面有监控 既养在我这里的狗呢 你想看的时候 你自己就可以看 我把监控分享给客户 这样就是不用 我每次客户要看狗了 我就很麻烦了 有时候我不在狗场啊 不在犬舍啊 他们要看一下狗 我也来不及给他们拍 第二个呢 是我自己平时观察狗 也比较方便啊 然后每次给狗打疫苗呢 我都是要拍视频 留证据的 因为有时候你 把这个疫苗本 给狗带上 但是说实话 疫苗本这个东西 可以造假的 可以造假的啊 所以说我每次 给狗打疫苗的时候 全程拍视频啊 然后给客户发过去 时间啊 都标的清清楚楚 什么时候 哪一天打的啊 然后下一针 该什么时候打 现在已经交到 通讯受伤了啊 上面还有一只 小博美 不知道是哪位同行的啊 昆山那只呢 因为是发大巴车 这个时间上 不能确定 所以说要要一个 司机的电话号码啊 嗯 司机跟客户直接联系啊 大概几点钟能到 大巴车 它不像火车 都是准时准点的 虽然火车也会晚点吧 但是它的准学率 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大巴车呢 说实话 这个 基本上你比如说 八个小时的车程啊 有可能路上堵个车啊 干什么啊 十个小时 十几个小时到 也有可能 如果说路上一一切都比较顺利啊 司机开的比较快啊 提前一点也有可能 所以说呃 司机和客户直接联系 这个是比较好的啊 给大家汇报一下 我的首养鹦鹉系列 今天是第十二天 嗯 就断更了啊 因为这个小鸟 它死掉了 一直养了十天啊 今天这是第十一天 本来都已经上手了 感觉越来越好了啊 没想到 今天早上 发完狗回来以后啊 发现它 一直抽 啊 这个头 就跟那天那只科技一样的啊 那只得了脑炎的科技一样的 这个 我不知道是不是 是这个禽流感 或者是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 激温一类的那种病啊 头一直歪着 一直抽 喂食呢 也不吃 本 以前都是 只要是一碰它的嘴 它就张个嘴 要吃的 现在这 现在都不愿意吃了啊 食物送到嘴边都不愿意吃 然后头一直往后仰 感觉 还是 这个神经方面 或者是大脑有问题啊 应该是生病的 有没有知道这是什么病的 可以告诉我一下啊 评论区评论一下 中午的时候再去看 小家伙已经凉了啊 所以说有一句话叫做 家财万贯 带毛的不算 说的就是家里面 鸡鸭鹅 猪牛羊 包括狗 这些东西 带毛的 都不能算财产 因为风险太高了啊 养殖风险太高 今天打算给 这剩下的这一 五只 还有五只边墓 打疫苗啊 本来 前两天就该打了 但是 因为天气原因 狗都有些受凉 所以说就 这个停了几天 先看一下 大便啊 我告诉大家 给狗打疫苗也好 做驱虫也好啊 一定要去 看狗的大便怎么样啊 要保证狗是健康的情况下啊 没有软便 没有拉锡 一切正常 一切健康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 才能去给狗打疫苗啊 我之前说过很多次了啊 打疫苗 就是往狗体内注射 病毒啊 这个疫苗 不管你是二连的 四连的 六连的 八连的啊 都是往狗的体内注射病毒 这个病毒的剂量很低 是灭活的 嗯 所以说基本上 对正常的一个健康的狗 嗯 不能造成很大的影响 如果说这只狗 在一个生病或者是免疫力低下的时候 你给它打疫苗 反而加重它的病情 反而能够引发它的一些病毒性的疾病啊 还有就是我们给狗打完疫苗啊 打疫苗的前后一周 不要给它洗澡 为什么一直强调不要给它洗澡呢 本身洗澡 幼犬啊 幼犬洗澡 就容易生病啊 容易感冒啊 受凉啊 拉吸啊 这些东西 你本 比如说一 这个这个月 十五号 该给它打 打针的 你十号或者是七号八号 你给它洗个澡 哎 洗感冒了 感冒发烧 拉吸 你要是快一点 几天能好 慢一点 十天半个月的 治不好 那你这个疫苗的时间又往 又要往后推 推 推迟打疫苗的时间啊 对这个免疫效果是有影响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 呃 狗打完疫苗以后 它有一个反应期 就是一个疫苗起作用的时间 在 这个 一般都是一个星期啊 在这一个星期以内 如果说 狗 又出现了啊 呃 这个什么 拉吸 啊 感冒 这些症状的话 那么你打进它体内的这个病毒 可能趁虚而入 就是说 它的抵抗力比较低 它体内 产生不了足够的抗体 去抵制这个病毒 那么这个病毒直接就趁虚而入了 就是 干脆你 就是打疫苗给它感染了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啊 所以我一再强调 打疫苗 一定一定啊 前后一周不要去给它洗澡 在保证狗健康的情况下 再去打疫苗 上次有个朋友问我啊 狗在打完三针疫苗以后 需不需要去给它做抗体检测 呃 就是说检测一下 它的抗体浓度足不足够啊 有没有达到能够抵抗这种疾病的这种浓度 我觉得这个玩意儿 它纯粹是智商税啊 纯粹是是是为了为了骗钱的 这样给跟你说吧 我们前段时间啊 呃 国家全部统一都打这个新冠疫苗 是吧 还有这个小孩子 呃 经常打各种各样的疫苗 反正我知道我闺女 就现在两岁了 到现在一直还是打着各种各样的疫苗 那么 人在打完疫苗以后 有没有去做抗体检测 有没有去检测一下 哎 你这个人现在有没有这个能力啊 你血液里面有没有这个抗体啊 能不能抵抗住这种病都没有吧 是不是 人家 这个疫苗研发出来 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人力物力的 那么 为什么要去打三针呢 就是 科学证明了 打三针以后 他就 不能说百分之百 就能达到他的 就是说这个抗体浓度 达到他的效果吧 可能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 就已经足够了 所以说 你可能是那个万分之一里面的一个几率 说他抗体浓度不够的 你觉得你 应不应该 为这万分之一的几率 去给狗做一个抗体检测 当然啊 这个 如果说你觉得 有必要 那你就去做 你觉得 反正我觉得是没必要做的啊 因为 那玩意说实话 也不便宜啊 他是按项收费的 你一项犬温 一项细小 是吧 一项负流感 再加上什么 你要是通通做一遍的话 那也不少钱 你有这个钱的话 是吧 干脆再给他打一针 不好吗 是不是 兄弟们 啊 你再给他打一针 四连六连或者是八连 也就是百把块钱的事情 对不对 啊 你觉得打三针 不保险 那你就 再给他打一针 打四针 行不行 你何必去花钱 给他做那个抗体检测呢 你是不是查出来了 他的抗体浓度不够 你得再给他补一针 啊 如果说抗体浓度够了 那个钱不是打水漂了吗 对不对 那你是不是 再给他补一针以后 再去给他做个抗体检测 如果还不行的话 再去给他补一针啊 这回事 说实话 真的没必要啊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狗在成年以后 是不是 每年必须 再给他补中一次疫苗 关于这个问题呢 嗯 说实话 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啊 嗯 从 我接触到 我接触到的人里面啊 嗯 大部分的犬舍也好 养殖户也好 狗在成年以后 基本上是不会再去给他打这个常规疫苗了 嗯 但是啊 很多的宠物医院 宠物医生 包括网上面的一些宠物的这个博主啊 都说必须要打 嗯 我觉得啊 你也没必要每年都打可能两年三年是吧 两到三年给他打一次就完全足够了啊 但是我说这个话啊 呃 只代表我个人呃 凭我自己的经验啊 像我们家的大狗的话 我有时候想起来可能给他打一阵 想不起来好几年都不给他打 我的做法呢 仅供参考 有不同意见的 你也没必要跟我刚啊 呃 你可能比我更加专业 但是呢 这个是我的职业 你不要用你的专业来挑战我的职业 懂吧 好了 话不多说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